我的性格一向黑白分明 有时候固执的连自己都受苦 21岁那年电视台招聘撰稿 写明要大学资格 我不合资格 于是打退堂鼓 当时蔡监制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她说你不是 就什么机会都没有 于是我去试了 我真的被录取了 感觉是能不能是没有绝对的 就是要给自己一个机会 后来也是要给自己一个机会 我开始做广播 当时我已经是超龄菜鸟 那时有人说 这种人也可以做广播 我想如果我做不出成绩 我就消失 20年的广播 非常谢谢听众陪我成长 人生不全是黑白 未必是整数 它也可以是零点几 人生像跳华尔兹 有进有退才优美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